好啊 是這個人的幾個人 議員們氣到拍桌 站起來你一言我一語火氣很大 為的是北市政風處報告 要不要送檢調追查 決案日期 老檢所的資料內容 跟內部傳送的過程 又恰恰跟許多立法委員 召開記者會的期日 跟出示的文件 我們發現有高度的時間 密接的關聯性跟相似 而報告中除了說有泄密的遺失 甚至重化直指 嚴重影響執法公正有入工作尊嚴 市府將檢討陳信瑜 給予適當的處分 而疑似泄漏出去的這資料 就在3月10號的這場記者會上 員工權益的部分 我們也接到很多員工的 這個相關的陳情 賴香玲手中拿著員工開戶資料 仔細一看正是北市勞動局的文件 那民眾黨立委怎麼能拿到 政風處報告追查流向 老檢員9號把照片傳給小組長 小組長往上傳給科長 而科長再傳給局長陳信瑜 但他們都強調只有傳給長官 沒給其他人 那柯市府是誰泄漏 議員們指向陳信瑜 而北市議會也決議 將政風報告移送檢調 市府資料怎麼到立委手中貼了心要查出來 而面對不少議員要陳信瑜下台 柯文哲說陳信瑜表示 長官有什麼指示都會接受 言下之意就是個人去留的問題 但柯文哲也說他還沒準 陳信瑜風波還沒結束 陳信瑜風波還沒結束